那你不是需要有很多的人才吗 这个时候我们的技职教育 应该跟企业搭桥 什么意思 就跟德国一样 你大二大三的时候 就去给我去实习 你高职也是一样 你读什么就到哪一个学校去 哪一个学校就到哪一个企业去 最可怕的是 到7-11去的打工的人 那是文学院 那是商学院可以 是吧 你读设计你到7-11打工你是泡妞嘛 所以你重新去思考 那个价值观念到底在哪里 只要读我课上的 我系上的我开了一堂课 只要去7-11打工的我全部当掉 我不是针对某个企业 我只是告诉你 你应该利用你的时间 到事务所去实习 因为这样对你的人生的规划 才有用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 这谁要虔诚 老师 老师必须有这个人脉 可是我们很可惜 你当个专任老师 你不能在外面开事务所 你怎么教学生啊 教育不规定的 你就好好教书 那我不就在象牙塔里面研究吗 结果大家就是为了写论文 不能得罪这个老师 不能得罪那个老师 只为了那一张文凭 出道社会以后 你是那一个派的 我就不用你 你是那个派的 我也不用你 结果没人用我 而且我也没有Ski了 什么都没有 这是不对的 所以可能是政策 政策导致整个系统性的扭曲 那刚才讲到说 如果今天只是为了考试而读书 或者是我是为了 就是要拿这个文凭而读书 当中某董事长说 这也是一个非常错误的一个观念 先进到广告马上回来 台北捷运公司要找509名新进人员 薪资最高有52.22号下午2点 已经有1300人完成网络报名 很多人抱怨好工作难找 但企业大佬也感叹好人才难寻 我们台湾的企业 也的确是缺乏这个领导企的 气大是真的 或者是气大是广的人才 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 对台湾缺乏创新源才 感到忧心忡忡 台湾的很多公司毛利 都是单位数的 而且有的时候是低的单位数 3个%4个%5个%6个% 7个%8%已经算很好了 那这种毛利率 怎么做得起R&D呢 总之是一个鸡跟蛋的一个 做不起R&D 也就不需要这个 创新的人了 那这个创新的人看到没有出路 也就不需要创新的人了 张忠谋指出台湾人才缺乏有历史根据 他认为世界有三波全球化 第一波是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时候台湾跟大陆都没有受到启迪 第二波是二次世界大战后 美国介入各国发展 台湾也在当中受益 第三波则是由新兴国家发起 尤其是中国大陆 从这时候开始 台湾和大陆从互补变成竞争者 张忠谋也认为 民众对教育的期待需要改变 为了要一个学位而读书 为了要考试考不好而读书 这些都是很错的 张忠谋还说当年邓小平指出 要开放原材技术制度资金 唯一不开放的就是政治 但台湾却刚好相反 而26岁就创业 站稳北美电视市场的 VCL董事长王卫则认为 台湾年轻人好像少了股拼颈 神龙生纪总经理马海宜指出 台湾缺乏的是领导型人才 企业要有心要培养创新人才的时候 那你要说到做到 第一点你能够有一个舞台 让他去表演 在他表演的时候 你这段期间里面 很可能要投资蛮长的 才会有获利 那么你如果不愿意 做这一项承诺的时候 你单单是要他去创新 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 学校所学的到职场却出现落差 张忠谋认为 人才问题要赶紧解决 重点要培养好奇心 和终身学习的兴趣 才有办法解决台湾的闷经济 其实最近好几次看到 张忠谋董事长的公开的演讲 他都非常重点的提到了 台湾的人才问题 有一方面他好几次的呼吁 希望更加大力度的 开放外国人才进到台湾 增加台湾彼此的良性竞争之外 他还讲到我们自己教育的问题 就像刚才说的 如果我们今天是为了考试读书 为了拿到学位文凭读书 觉得都是错误的 他说我们不需要148所大学 需要更多的记者学校 副理长你怎么看 刚刚讲到 跟产业的这个接轨 是把产业引到学校来 还是把学校走到产业去 代签是以前的南科管理局的局长 他因为熟悉南科的各产业跟各个厂商 所以他带领南台科大 他后来成为南台科大的校长 有足够的人脉可以把南台科大的老师 一半以上利用暑假到各个产业去 知道最新的产丞 制成还有技术的翻转 当然老师不要跟产业太脱钩 对那我们注意到是代签 所以别人不能 因为别人没有那个人脉 刚刚袁老师说的 老师你没有人脉啊 校长没有人脉啊 那这些所有工会 公众的工的工会 角色就要站出来 您真的关心您这个产业 这个工会的会员 未来的人才的进用吗 如果是 为什么没有去做这个平台呢 不要让说有本事的 那他就带着他的学校 或者大家才这样接轨了 没有了呢 所以教育行政大会 您要做的事情没有很多 把所有的工会 把所有的产业 跟所有的学校接轨在一起 那刚刚在讲说 到底谁该不该去那个超商 我的看法是 那个超商非常适合 人文社会的学生去 因为他光在那边 一个暑假的打工 大概就可以写一本书 除非他实在是没有天分 但是对某些技术性的人才 专门技术性的人才 我就不赞成了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人都要对准 到底我们需要什么产业 例如时尚业 时尚业不是在管可用耐用的 但偏偏台湾有很大一群的人 觉得是可用耐用最好 还有就是步步为影 一步一脚印 那这些东西就可能阻碍了某些 时尚的设计的创造 这是我们学校里面高度的管制 跟要求学校是稳定成长的 他可能就压抑了很多 学生是属于有突发奇想的 是愿意颠覆的 没有颠覆哪来的创造呢 所以我可能说连学校的本质 跟学校的内部的管理的最根本的哲学 都要重新显示 那我们才有机会 进入到学校这个工厂之后 出来的长得都变得很像了 不进去也很不会死 进去以后温序也 所以刚才呢 其实副理事长也有特别讲到 包含各个产业工会 其实社会上的各个部门 恐怕对于今天我们所面临到的问题 都必须一起来想一想 怎么样让产业跟学校之间 有更紧密的结合 我们进段广告等一下特别来看一下 类似像瑞士他们是怎么做的 瑞士属于多山地形 全国有六成的土地 是中年覆盖冰雪的阿尔贝斯山 瑞士国土面积 比台湾稍微大一点 但是2011年 国家竞争力排名 瑞士蝉联全球第一 这个和台湾发展条件相当的国家 GDP却是台湾的三倍之多 瑞士因为地形限制农业生产量低 很难想象全球工业化之前 瑞士曾经是欧洲最贫穷的国家 但是瑞士制造的产品 因为严格的品质要求 逐渐打出了知名度 瑞士已经成为全球最强的 品牌国家 都过瑞士人都知道 他们的大众运输工具 不管火车还是电车 全部精准到站 一分一秒都可坚持 因为瑞士本身就是 钟表生产大国 刘森这个名贵钟表店门口 集满了一大票来采买瑞士手表的大陆游客 一个团刚出马上又来了一个团 每个人手上都提了好几袋 刚买到的手表立刻戴起来过过瘾 这只买了多少 这个两万一人民币 两万一人民币啊 哇当场买下去了 也是刚买的啊 也是刚买的 看一下 现在大陆发展很好哦 进到商场一看 里面几乎全是大陆客 三层楼的卖场就像菜市场一样闹疯疯 买手表像买土产 十万块挡一万块花 难得到瑞士好像非得买个半手礼不客 你到这边来的话 来它的产地的话会感觉更好 因为对奢侈品的追求 不在于它的价格了 已经是 关键是这种消费的那种环境 跟整个的服务 和它的那个 给我们的整个的一系列的一个 过程的一个感受 大陆游客消费力惊人 根据统计 瑞士2010年手表的销售 超过一半以上 都是给中国人买走的 今天中国是我们的第一市场 特别是用的 而且它带着我们的股票 也带着我们的股票 在整个的股票 瑞士手表为什么这么受欢迎 来到这个瑞士支表谷一探就近 这里集合所有知名的钟表厂 从零件到组装 全部一气呵成 手表的制作过程分工要非常的精细 像在这个地方 专门进行指针的一个组装 另外来到这边呢 他们主要是进行一个表面的组装 在所有组装过程完成之后呢 要在这边做最后的一个品质控管跟管制 以前全用人工打造的机械表 现在加入的新科技 让钟表制造更加精准 生产效率也更高 像是机芯的零件组装 透过微摄影机的监控 可以更精准的把零件摆放在正确位置 组装完还要到这个实验室 进行长达500小时的模拟测试 机器不断上下晃动 要确保手表内的平衡轮运作正常 所有制表过程 采取最高标准的品质管制 有了机器的辅助 现在组装一只机械表 只要三到十天 这个表厂每年可以生产 十万只高级机械表 他们在制造过程中 每一分一厘都控制得非常仔细 如果不成 它这个东西永远丢掉 也不进入市场 所以他们的东西就非常做得非常好 Swissman瑞士制造 卖的不只是品牌 还有那份严谨精神下 所打造出来的零缺点产品 用手工精致雕刻 确保每一分每一秒的精准 瑞士制造要永远成为 最高品质的代名词 常常大家讲到技职 直接联想会是德国 但其实瑞士的客观条件 跟台湾更为相似 我们的面积同样都会